運動中心的問題 最有趣的意思 說你是在打臉的 國瑜做東玫瑰化 然後以及用台北觀點 在看高雄這件事情 我覺得每一次講出 任何市政府的問題 大家都用這種角度來去看 這個是沒有辦法讓市政來進步的 我們之前也去拜訪了非常多 像新北的國民運動中心 我們市民是非常期待 能夠有一個中和的 類似像這個運動中心 那目前為止 我們市政府在選前 不斷的做很多的動土開工 但是他所提出來像是運動中心 很多都是來自於改建 我們目前的一些學校 那這些學校裡面 某種程度也會排擠到學生 他們所使用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只是提出 目前我們高雄市政府 在規劃的運動中心的數量 跟大家所的期待 是有一些的落差 我們是站在這個角度 希望能夠讓我們市政 讓市民所希望的 這個運動的一個中心 能夠建得更健全 請問這何錯之有 我覺得很多的議員在批評的時候 不要是為了要互盤 然後就不斷的忽視了 我們大家市民的一個需求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態度 的確不是一個我們所樂見看到的 委員 不好意思 昨天那個捷運防線 這般的捷運防線動工 那今天那個妹妹 有藝術工具 市營運 他的政績 那個情況 有一個情態 我覺得不應該在選前當中 就不斷的透過一些的動工的方式 來讓告訴大家 你是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我們認為說很多建設的一個開通 這本來就是市長的一個基本功 但是你在選前的時候 選擇這麼快的時間當中 那到底中間會不會 因為要快速要的機上 而產生一些額外的一些的問題 像黃線 我們兩位在場的議員都會知道 目前就是在機場的部分 開始宣布要動工 那我昨天也特別提出來了 他的機電標 他是已經有了 但是他的土建標 他基本上面 目前還是流標的一個狀況 而且昨天也爆出了 在林園的延伸線上面 很多附近的居民 對於區段徵收的這樣的過程 沒有充分被詢問 沒有充分的溝通 其實他們也提出了一個抗議 他們覺得市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 應該跟他們做更好的一個溝通 這就是另外一個例子 所以說我們樂見市府所有的建設工程 能夠如期的來完成 但是不應該再選前 因為要快速 而忽略了一些市民的一個需求 好 我這邊補充一下 我們也希望民進黨政府 不要選舉到了 就拿公共建設來做選舉的宣傳 2018年的高雄市長投票前 民進黨也是在高雄火車站舉辦了 高雄鐵路地下化的通車典禮 可是到今天 大家去高雄火車站看 還沒有完工 也還沒有正式使用 所以我們在這邊 希望民進黨政府不要選舉到了 就拿公共建設來做選舉的一個宣傳 還有就是不要每次都說韓市長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其實呢在很多這個建設部分裡面都是一棒接一棒的 很多屬於是一些可行性評估中和性的評估 這些都是在下一任的市長還可以看到所謂的開工動土 所以不要因為這樣子就否定的前人的一些的貢獻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可以讓市民 他們真正能夠看到所有的建設能夠完整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契機 當然是雙標了 民進黨的雙標已經太多了 比如說你的遲到你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過去韓市長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他只要稍有一些不慎的話一些舉止 馬上就被奉大來解讀 那陳市長他的選務跟他的所謂的行政工作 我覺得市民必須要是放大來檢視 畢竟他是現任的一個市長 他是否因為選務的工作 然後呢跟他像目前所做的這些市政有所撼割 我想大家都是應該用同一個標準來做 我想不過對我們個人來說 雙標已經是民進黨的日常了 我們一點都不驚望 一點都不意外 這裡大概侯市長要過來幫你選 你選事大概是怎麼樣 侯市長是會過來 那我想他會透過一些 兩腳走路的方法跟很多人來拜託 但是也會透過車掃的方法 因為畢竟他停留的時間非常的短 那我們就會好好的讓侯市長跟著我們 還有議員大家一起來跟市民 來做一個請託的一個行程 委員 因為現在是要辯論 那委員這邊有做什麼準備 那還有就是說可能要問陳市長那邊做什麼 我覺得大家先清楚 我們其實很想做這個辯論 但是特別是交叉結問 但是市長他並不願意接受這樣一個挑戰 所以目前都是屬於公辦 證件 但是屬於辯論的方法 所以每個人各自陳述自己的證件 然後接下來接受學者專家 或是各社團代表人的提問 中間沒有彼此交叉的一個結問 這是跟過去大家所熟悉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雖然美其民是辯論 但是他的整個彼此之間 可以互相結問的空間 是幾乎完全沒有的 尊重中選會 那我們也提出了 我們希望能夠用過去的方法 像台北市的方法 可是市府他們就是接受公辦證件 那我們就遵從大家的一些意見 我們就盡可能把我們自己的想法 還有面對一些學者專家 所提出的問題 大家要盡量做答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 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